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anny 首先恭喜你 你那个期科实践讲了已经两届了 看到同学们是赞不担口 反应是有没有共度 我只是见评语都非常好 你自己是否满意呢? 我自己当然觉得很满意 很开心 就是这个讲座 我可以教到他们 我多年以来所研究出来的炒旗智证方法 分开三个阶段 循序渐进去教识他们 他们学完之后也觉得很开心 很有用 无论在即时的炒旗看图 或者是信心上、技巧上 也觉得很有帮助 你的实践讲座 我觉得就是跟其他的讲座 有点不同 因为里面有结构 那些安排 其实是什么令你有这些 那么特别的安排呢? 是的 这个讲座的 而且是很特别 跟一般的讲座不同 因为我加插了很多的互动环节 在里面 包括有二人一组那些 你问我答的环节 也有四人一组去抢答的 看图去动脑筋抢答的环节 也有一些是分小组去讨论 看着图表去分析的小组讨论环节 让这些学员是互相去学习 去讨论一些 用运用技巧的时机 令到他们 希望可以容易一些去学习 提升到这个 讲座的兴趣 所以就做得希望好一点 第三届又来着 二月 那在这一新一届 你会不会将整个课程有什么改变 都要改一改 因为经过了两届的经验 我发觉 那个 讲座的内容 是很丰富 周不时也超过 同学很多时候都七八点才放学 虽然他们都说 辛苦一点也很值得 但是在未来一届 我就想做到尽善尽美一点 做一些改良 所以来说 我就在进阶班 和高级班里面 时间上做一个改变 原本就是一天八小时 我就改做分两天 五小时 令到那个时间上 比较充裕些 学完又多些时间 慢慢去吸收 回到家 也可以做备课 功课 希望可以更容易去学习 这样舒服很多 因为上一次 十几个小时 都做得很好 大家 包括你 和同学 都很厉害 其实 你在这个三级制 的一个课程 其实你在里面 都分享了很多 不同的技巧 技巧分当里面 首先第一个我想问 就是 你会解释一下 里面的技巧 包括什么 第二个想知道 就是 譬如我一个 刚刚才 参与这个期货的交易的人士 会不会太过深 会不会是 太过难去吸收 因为有很多东西 看到你 一见到那些名单 都呆了 第二就是 好了 我不是 我是一个 比较上资深的 期货交易者 那 我又会得到些什么 OK 其实在 我设计这个 讲座来说 亦都是 考虑到 希望可以 迎合到 不同程度的学员 所以你会发觉 在那个内容上面 有一些 是期货的 交易平台设定 操作 那些都会教的 另外在那个 实践策略上面 亦都是 循序漸进 一步一步 分开几个阶段 去教他们 由最简单的 阴阳烛力量学开始 就是说 教他们 透过观察 这个阴阳烛的形态 去分得出 好淡双方的 出击的时间 和力量 另外也是 会包括到一些 常用的 技术指标 会教 平均线 MACD 保力加通道 都会包含到 去组成一些 实践策略 当中 他们学完之后 觉得很开心 运用得很好 最喜欢 就是那些 IBT 2.0 3.0 那些 日日都用的 和我们这个 讲座的核心 策略 就是 这个 顺势法十式 他们学完之后 觉得 比以前容易 赚钱了很多 那 除了这些 真理港旗 交易的策略 方面 我也会在课程上 加一些 旗游 下去 旗游 要注意些什么 去交易的时候 以及一些 智慎的策略 又如何呢 所以当中有一些 叫做旗游二赞 OE法 我们可以教识学员 透过留意 一些指定的时段 一些的位置 那我们去交易 其实就比较容易去赚钱得多了 所以其实在 无论他们有多少经验都好 都是很适合去参与 这个期货实践的策略广座的 所以我看到 其实 之前那两届 因为 其实长的原因 是因为 你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 适合一些 始终者 适合一些 资深一些 对 我再说回 因为我看到 在这个群组里 经常有说 IBT 然后又将 那些 小算表 那些小算表 彈出来 那你说 不如你说 IBT OE 这些是什么? 好吗? 好 IBT 其实IBT 就是IBT 他们用的 就是炒期的方法 现在就说 介绍给一般的炒期投资者 一起去运用 当中来说 最主要 那个 其实是一个 Excel的小算表 我免费给他们下载的 他们主要上译堂 接着就可以计算出来 那些支持阻力位 很简单 接着做 配合我在课堂里面教 譬如 阴阳烛那些力量学 看到他们 好担双方出击的时间力量 配合一些支持阻力 他们自不然就 懂得出出入入了 还有 OE 就是旗游 旗游二站OE法 我们就要看 要根据旗游的指定时段 譬如 比市的表现 看看和欧洲有什么比较 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突破 这样跟着 顺势去炒 原来是可以容易赚钱很多的 所以我在高班里面 也会教识大家这些 OK 那 Coming又第三届了 是的 就应该是2月份 那首先 预祝你有成功 那我就很期待看到你 再发挥过 OK 多谢你 Danny 多谢你